就是9633,龙虎山泉,49.6有货,有没有机会松绑呢? 49.6有货,有没有机会松绑呢? 我觉得通常问这些问题,我不是针对大家的 但你要想一下问题是否真的差一个多,对你来说很重要 我觉得目前市况来说,你买股票,本身有个想法 为什么要买这个股份,为什么要看这个目标,为什么要坐火 龙虎山泉很多人这段时间拼搏,拼搏染蓝这些相关因素 出来了,股价的确不像过去几个季度那样 因为染蓝落空,股价就回落 但你是否期望染蓝之后,股价就因此可以长升长有 你问我,我向来都不是的 我不知道上星期有没有问,但过去一个星期 我周围去做节目都这么说,大家估计染蓝染蓝 从来都没什么兴趣,因为被你成功拼搏 就会像今天龙虎山泉那样,至多不马上跌下来 但是染蓝一旦失败了,就会像京东健康,快手这些 轰一声地跌下来 你看看上次那只大阴烛,或者几次那些大阴烛 都是染蓝失败之后带来的杀伤力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买龙虎山泉,如果你本身很相信品牌的 你觉得水未来会大受欢迎,很多加价的憧憬在这里 你当然拿着,绝对有机会回去 但我的看法就是说,从来都不建议买这些股份 所以你说要博这些位置回家,我的角度就是上面 欠一两元,对你来说是否真的那么重要 如果你说5%我觉得是一个可承受的风险成就能力 我会建议止蝕走 你看图上都越跌越急了,暂时来说龙虎山泉 我也是建议走位上涨,因为这些是属于高估值的股份 入到蓝丑,也都不代表未来来说没有机会向下调整 六十多倍PE的股份上面真的 我不是很乐观的,我甚至悲观点说 跌回到三十多元的位置很理所当然 所以在这些位置你问我,穿头破脚来的,走位上涨 我能看到这个核心无疯化 第四年都会没有找老 这些怪典很强烈 这些怪典很难以为一旦 这些怪典有时遇上来的 神经平派基于市场 我们也不断欠赌博 这些怪典oper就是要遇上到 怎么这么小终现有部门